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今天咱们说一特别好玩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中国被称为山寨大国 什么东西人家没山寨过 可是眼下 迪奥推出的一款裙子 被指责说抄袭中国是明朝 还是什么时候的一种裙子叫马面裙 引发中国很多留学生的不满 所以前两天50多名中国的在法国留学生 就齐齐走上法国的香榭历史大哨 抗议迪奥调窃中国的文化 那这个事儿呢 他们我先不说他们对不对 等我们会分说 但关键是您中国之前山寨那么多都不算了 就眼下中国最新锐的 这个什么尖35 这种这个新锐战机的原型机 抄袭人家美国的F35 你也不说了 抄了半天还没抄全 抄了个阉割山寨货 所以这个事情在我看来 不管是迪奥怎么样 我不用迪奥 我也不用为迪奥说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更像一场闹剧 它凸显了中国有些人这种智商 出了国了 不是说智商就高了 有些人出了国了 他也是脑残 所以咱们今天再花点时间 跟大家把这个一个 这样一个欢乐的 这样一个荒诞的闹剧 来聊一聊 好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新闻 那么近日 法国的这个迪奥品牌的一款售价高达近三万元的半身裙 引发了广泛争议 当然主要是在中国 因为它高度撞款 中国传统服饰叫马面裙 但是迪奥在官方宣传中确称裙子的款式是标志性的这种迪奥的款型 那么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很多中国网民的不满 于是你们看图片啊 这些这个在海外留学生就拿这个马面裙走上了香瀉利舍的街头啊 说要什么停止文化挪用等等等等啊 对法国的迪奥进行抨击 好那说到这里的必须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科普啊 就是我查到的马面裙的资料你看这图啊 马面裙顾名思义啊 有个马字啊 它是骑马的时候用的 它的裙子正面是平的 没有纸 纸开在两侧 这样呢又美观呢 相对来说呢 骑马的时候又更方便一些 至少我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啊 学服装的朋友可以啊 给我在下面留言科普 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这个到底是迪奥的抄袭啊 还是说双方是状款啊 那么下面有一些留学生呢 也是爱国心切啊 自己穿着这个马面裙啊 跑去跟迪奥这个裙子做了一个合影 我们来感受一下 你可以看到那个模特身上穿的是迪奥这款裙子啊 确实显得高雅 裙子长显腿长啊 而且整个现在拍着一个小上衣 显得上身短下身长裙摆飘扬啊 确实很漂亮 很有迪奥的这种高贵奢华范 这个所有长眼睛的没有被政治洗蚕的人都应该能看得出来 那我们往旁边一看呢 这位打了个马赛克的生物呢 哎他就穿了一身这个中国的传统服装 可能是呃这个所谓的马面裙的这个传统服装 但是你看这个服装穿起来 上身长下身短啊 看起来就是长身子短腿 完了这个这个衣服 咱们客观的说也许他确实是原始的马面裙 但是他把整个人的美全部都遮掉了 所以如果说去有争议的话的话 我倒觉得迪奥就算是抄袭了马面裙啊 也是把这个马面裙发扬光大了 更何况人家是不是抄袭还两说而已 那可是哎咱们话锋一转 先别说这些留学生怎么样 咱们来看看中国的歼35和F35 啊这乐子就更大了 你说这是抄袭是吧啊 咱们美不美的都不说好不好 就说源头好 我们来上照片 你看这个照片上面是这个中国新报出来的 这叫什么啊歼35啊 将来用的航母是建在机上的这么一款啊 你看这个外形是不是有点眼熟 甭管你是不是军迷 你就告诉我第一眼 你看这个飞机尤其前半部分 你想到什么了 像不像美国的F22 像不像美国的F35 对不对尤其是F35 我们来做一个照片的对比 你看一下 非常相像 那就有意思了对吧 你说一个迪奥的裙子能卖多少钱啊 您这一个飞机的研发 整个气动布局多少钱 到底是谁更不要脸一点 而且呢你以为只是外形象吗 不 很多设计 而且是对于战斗力有直接提升的设计 也是抄的 那你比如说 这个歼35 我们看这图片啊 这个歼35 它的这个机盖 咱们这个机舱之前知道都是从 这个机舱从前面打开 就这个机舱那个透明盖啊 往后开 那么飞行员进去 所有咱们看很多影片都是这样 包括美国很多飞机都是这样 但是中国的歼35和F35 有一个是一样的 就是把机舱是从那个跑车一样 跟那个剪刀门一样 它是从前面开 等于它这个支冲轴在前面 是往前倾斜开的 那么这种设计 别看只是一个开盖方向不一样 因为飞机的引擎等这个构架啊 等的这个燃油啊等的主要系统在机身内部 那么如果飞机的机舱盖 还是像以前那样从前面 就是从前面往后开的话 那么整个机舱的这个机舱盖的 闭锁系统就装在机这个飞机的机身里面 它会挤占掉一部分飞机内部的燃油空间 而如果你把这个机头这个位置挪到机头 整个闭锁的这种整个的打开设备 都在前面的话 那么会导致整个飞机的飞机的机舱 容量有所提升 那么也就能够更加装更多的燃油 增加巡航半径 增加续航能力 那你说这是不是实打实的战斗力的提升呢 那你说这个是抄谁的呢 对不对 这不是抄F35的 这不是吗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一次这个歼35飞机 你看看飞机跟比前的中国飞机都不一样 不管是歼10啊怎么也好 它的飞机我们俗称啊 外行称为脖子 而如果专业一点的话 应该叫做这个飞机坐舱几面曲线 就是说白就是飞机脖子这一圈 是不是特别的臃肿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传统飞机 就是中国不是一直学老毛呢 你看中国传统的苏这个苏27啊 苏30啊苏35啊 这个俄系俄爹血统的飞机 你看呢 就算它是怎么什么 气动布局压抑布局等等 你看它的这个整个飞机的这个侧面 飞机脖子是非常纤细的 当然也很漂亮是吧 很纤细的 但是你看这一次中国的歼35跟这个额跌的血统完全不一样 它增厚了 为什么 那有科学研究表明 当飞机的坐舱几面曲线适当进行增高之后 可以有效的降低超音速飞行的时候 空气产生的什么什么激波呀 什么什么压力呀 什么气流速度等等 这种我就不懂了 我一个文科生 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结论就是进行这样的飞机这个坐舱侧面的这个几面设计 可以导致飞机的超音速飞行的时候的阻力下降10% 这是很高的一个比率 整整10%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实打实的提升 而你中国之前走的是额跌的路线 你现在突然一下转变 怎么着 您自己研发的 自主研发的 鬼才信的 不就是超的人美国F35的气动布局吗 对不对 而且你超人的气动布局之后 你看看这个殲35人家F35有垂直起降功能 人是单门一个发动机单发的 您这个看是双发的 还没有垂直起降功能 等于就什么情况 就是超了半天没超全 而且主要是这样的 超了它也做不到 所以导致了那怎么办呢 质量不够数量来凑 人家是单发可以不仅能够超音速飞行 而且还可以垂直取向 您这个双发不能 但是我双发来弥补动力不足 所以整个就是要我说 这还是原形机 能不能正视列装还两说呢 就这种情况 中国空军的战斗力 我觉得值得担忧 真的我不是说在讽刺 真的我值得担忧 这种为了面子进行的 这种山寨的大集合 在最后使用过程当中 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那到时候就要用飞行员 用生命来进行填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 倒霉的是飞行员 好 那么新闻我们暂时就说到这儿 说实在的 作为一个山寨大国 中国抄袭整个世界 远远不止一个什么F35 生活中比比皆是 你比如说中国的综艺 很多人都喜欢看综艺 比如最这个元老的 号称十年的这个快乐大本营 那快乐大本营被抨击抄袭 那不是一天两天了 国外人家 尤其是日本 韩国这两个国家 有什么好玩综艺 那些游戏项目赶紧搬上去 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是从日本抄的 没有 玩的也嗨着呢 中国那些人看着也嗨着呢 从来没有人想过 是从外国抄的 包括近些年的什么奔跑吧 兄弟啊 什么什么烂七八糟 一大堆的综艺 基本上80%都是从韩国抄的 那有业内人士说 中国是这样 能抄到的注册版权来抄 如果注册不了版权 就采用相似的这种 后期特效啊 相似的布景啊 相似的玩法 搞擦边球 只要能带上流量 只要能带上效果 就这么干 只要外国没有起诉 等等等等 就这么干 等等等等 这是这是业内人士说的 就一直是这么搞 而且就咱们中国 就我这一代 80后这一代 我们小时候的经历 也非常的清晰 你比如说 那会儿可口可乐 还记得吗 可口可乐 在那个魔兽世界上做广告 那当时还是那个 SHE还在的时候啊 做那个广告 但是可口可乐 它不知道的是 中国有一个叫 焚黄可乐的 如果你去中国一些 三四线城市旅游的话 你还是在当地看见各种各样 那这个 跟可口可乐的包装 极为神似 但是名字是什么 其他的奇奇怪怪的可乐的 那种可乐 都是山寨的 都是自己造的假 那里边添的什么东西不知道 喝一口贼难喝 但是外包装 你远远一看 跟那个是一样的 包括康师傅 康帅夫 对吧 等等等等 日本有一个叫什么 白色恋人的一个 一个什么什么 食品品牌 结果中国的搞出 说什么 黄色恋人 黑色恋人 还有带地狱的 什么哪哪哪哪哪恋人 关键是名字 接近也就算了 但是它包装 也是跟那个可乐一样 采用完全类似的 这种风格的包装 然后呢 进行混淆 蹭人家热度 让人家以为 这是不是这个公司 推出的周边产品 名字都很一样 包装也很一样 买完一看不是 等等等等 就说是白了吧 就这样的国家 类似类似 我可以给你举N多 无数多的例子 包括那个什么 汽车 对吧 咱们说几点大件 汽车 中国那叫什么 仲泰汽车 你看看它超级的东西 超级保时捷的卡焰 这个什么大众的图观 奥迪的Q3 Q5 A6 是吧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那些 就各种各样 日本的这个丰田系列等等 都是抄袭的 这些留学生 你们怎么不去抗议一下呢 抗议中国抄袭 你怎么不抗议呢 我忘了 对不对 你们这些留学生 也只有在国外 才能拿上东西 走上街头 在中国 你去抗议 中国你抄袭什么东西 你举着牌还没上街 他就给你逮起来了 我真的觉得太讽刺了 真的太讽刺了 我们先不说迪奥 回到这种本身 我们先不说迪奥 到底是不是抄 咱们就先给迪奥扣一个帽子 就是抄的 怎么了 人就是抄的又怎么了 你们国家抄人家 是人家上百倍 上千倍 上万倍 人抄你一个怎么了 对不对 连这种什么警戒线都达不到 你说人家抄袭 达到了你原创的一半 我今天我都骂迪奥 我今天都骂法国 好不好 别说迪奥了 咱们再退一步 今天如果法国等国家 抄袭你中国的东西 达到了你中国 抄袭外国的十分之一 我都帮让你中国 骂这些外国国家 好不好 能吗 对不对 主要是你抄人家的 那你怎么有脸上街去 抗议这个东西的 还行使的是在贵国 完全没有的权利 对 您国家那唐山的事 解决了吗 以后凡是这样的事 我都举这个例子 都成这个固定式了 以后的这个汉语里边 可能就是唐山 后边接的必须是徐州 对不对 唐山徐州 以后人没准以为 唐山是在徐州 不管怎么样 玩笑话 对不对 有吗 您的人权 被肆意践踏 妇女的各种各样权利 被肆意的这种摆在地上 一顿年没人说话 你们留学生也不敢说话 你到了海外了 一被一个裙子 你就走上街头 行使着你在国内 行使不了的权利 大肆过瘾 我从来没见任何一个国家 就是说对待本国公民 比对待外国公民要低的 人都是说因为法国人 可以随便抗议 所以你中国人去了 人也不管你 仅此而已 那不像中国 对吧 老外上街 你看一般就克制一点 警察也克制一点 中国人民上街 黑孙子弄你 滚 对不对 这种奇葩的情况 你怎么好 说实在的 都比如说抗议什么东西 这些留学生怎么好意思 上街抗议 就抗议这个行为本身 都是一种讽刺 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国家 不能抗议 人家国家是 在人家国家随便抗议 所以到你国家人也抗议 你是在你的国家不能抗议 到别的国家抗议 丢不丢人 所以说吧 咱们长话短说 对于砖头来说 我的看法是 这些留学生 就刚刚刚说的 这样 不是说你到了海外了 你就一下变成聪明人了 你是个傻叉 你在国内是傻叉 你到了海外一样是傻叉 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海外的信息自由 您还不能把你的脑子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脑子的话 您说实在的 这个机会倒真不如留给国内那些正常的老友们 对不对 人家国内很多正常的 这个长在红旗下 生在信息封锁的环境里边 人家的脑子就比你们这些出来的 还要聪明一万倍 还要正常一万倍 人家至少有个人类正常的思维 这说白了吧 他们这些人的脑子背后实际上是一种东西 叫做这些年被培养出来的叫虚荣的 或者是虚假的一种荣誉感 这种东西很可怕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荣誉感这个东西没问题 但是区别是你以什么为荣 我们说比如说你看一些西方的历史 名著也好 一些歌剧也好 一些戏剧也好 人家总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以我的家族为荣 但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我的家族以我为荣 所以那些戏剧里边经常表现的是 这个人他更多骄傲的是 我曾经做过什么 我曾经有什么什么成就 他是以我为单位的 可是中国人的普遍现象 你发现没有 总有一个 说一个我以祖国为荣 我中国我骄傲 我说实在的 郭政宏们 如果说你自己有成就 而且是相当高的成就 你先为你的成就骄傲 然后再为你的国家骄傲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留学生 也没有什么成就 学的没准还是什么野鸡大学 然后你说我为我的祖国骄傲 那我只能认为您是个垃圾 因为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拿来骄傲的 这这么说可能会有些冒犯有些人 但是抱歉我想说的就是这样啊 人应该先有家再有国 那么先有人才有家 没有人的话你什么都别谈都是扯淡对不对 所以人应该是先完善自身价值 按照中国古文化来说什么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中国老祖宗有好东西 但是这帮不孝的子孙 这帮废物渣子粉色幼虫们 他们从来不学祖宗这点好东西 天天我骄傲 你骄傲个灯啊 你骄傲 国家人家是姓赵的 你姓赵吗 你配吗 骄傲 骄傲什么呀 要知道中国是姓赵的老爷们 是人家红色家族 红色血脉带带传 你们算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人不是不可以有一些自豪的东西 有一些为之骄傲的东西 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得先有点什么 你比如砖头 砖头我就有资格骄傲 对吧 首先我为我自己的知识 我可以感到一定程度的骄傲 虽然我跟很多人比 我连个屁都不算 但是我跟我自己比 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 我知识长了很多 我比以前强了很多 我就可以觉得骄傲 而且我也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骄傲 我可以在我这个岁数 在些年轻的这些信仰 这些人当中 愿意去服侍上帝的人很少 那我愿意 那我也为之骄傲 对吧 而且咱们再进一步说 我可以为我拥有诸位 这么多观众朋友们 我感觉到骄傲 有这么多人来看我的视频 有这么多人 对吧 很多人还是翻墙来看我的视频 我觉得很荣幸 我觉得很骄傲 能获得这么多观众朋友们认可 那就是我的骄傲 这些人你们有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吧 咱们长话短说 总而言之 总之 荣誉感是个好东西 但是有荣誉感之前 首先现在有脑子 你得看看你这个荣誉是真的 还是假的 如果你顶个假的荣誉 在对吧 天天就这样招摇过世 就跟那皇帝的新衣是一样的 您实际上不是在炫耀荣耀 而是在炫耀您的愚蠢和您的无知 所以我也在此奉劝一些留学生 对吧 既然出了国了 就别把井在顶头上了 没有什么意思 看看这个世界 看看对比一下 外国人对这个整个地球的贡献 再对比一下中国人 对整个地球的贡献 你可以很清楚的 认清楚一些问题 然后改变自己的思想 不说做什么事情 至少自己先做个人 做个思维正常的人 这一点就是您出来学 哪怕上个野鸡大学 也比您就是说不出来要强很多 至少你出来一趟之后 你脑子变成正常人了 这不是个挺好 这就是最值的事情 对不对 好了 那今天话题就聊到这里 那关于这次什么 马面群 歼三五 观众朋友有什么看法 或者我有说错的地方 欢迎评论区留言 那么喜欢的朋友 千万别忘了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